繼續想和大家說說美國國債問題 目前法律上美國國債最高上限 是28.4萬億美元 但有實時的數據顯示 其實在9月底美國的國家債券已達到28.43億美元 即是理論上已經過了國會的上限 不過現在美國政府繼續有銀紙到日 當然拜登總統已經出口術了 如果國會不肯再通過這件事 美國就會違約 因為違約就糟糕了 如果違約的話 我們首先看看美國現在的經濟情況 美國所有經濟來說 第一件事是銀紙供應 M0 M0跟著有M1、M2、M3 各種各樣的衍生物資 國債就等於M0 美國政府國債 政府向聯邦儲備局 派一張我欠你多少錢的所謂 Government bond 聯邦儲備局拿著Government bond 現在拿著這個 這樣的債券 作為資產 美國政府欠聯邦銀行的錢 在聯邦銀行的角度來說 是一個資產 因為 他認為政府一定有得還 所以這是資產 有這個資產之下 他就可以授權印美元出來 印出來之後 可以交給美國政府 政府給了一張債券 簽了債 你當然拿錢來 於是美國就把拿著的錢 洗了出去 同時 聯邦儲備局嘗試 把美國債券 找人接手 向外面兜售 你要買這些美國債券 人們自然要拿一些美金 聯邦儲備局 買 就 好似中國 外匯 一路沒有 順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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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著很多的美元 美元拿著是沒用的 你將美元 換成一些可以生息的東西 才有用 於是就看息號的時候 就拿些美元 跟聯邦儲備局 買這些美國債券 這個就是整個市場的運作 當這些錢流入市場 自然會去到各種各樣的地方 包括股票市場之類 股票市場 今天已經不是純粹 雜資的地方 股票市場是一個賭錢的地方 尤其是所謂derivatives 那些衍生工具 什麼是衍生工具呢 即是說 如果真的要買黃金 那我就要真金白銀 拿錢 去買黃金 然後希望到時 遲些黃金會升值 我買出去賺錢 但 這樣賺錢 麻煩 兼顧賺得不夠快 那怎麼辦呢 我就可以 買一張 黃金合約 一個月之後到期 一個月之後到期 當今個月底到期 我買了一張黃金 這個黃金合約 裡面有一百兩黃金 很多 很值得 但是我買這個合約 我不用付全費 我只是付這個合約 某一個 百分比 因為大家都明白 遲些我真的不會拿著這個合約 真的去拿黃金 我到時會把這個合約 賣出去 所以 你不需要 一百兩黃金的價值出來 只要拿一個百分比 簡單一點 我拿一個百分之十 當成百分之十 如果你的 一百兩黃金 是值 一百萬 我亂說 你的數字 亂來 一百萬 我不用拿一百萬出來 我只需要 拿十萬出來 這個 十個百分比 實際上 炒作 更加少 而如果 那個黃金 在到期之前 有人多人要 價錢上升 我一百兩 就當一萬元 一兩 一百萬 現在它上升到 一百二十萬 一兩 無緣無緣無故 这里 非常可觀 即是我落了十八分之十的本錢 如果真的可以升那麼多 我回來的利益很大 這是衍生工具 亦都叫 這叫槓桿原理 槓桿就是用小小來喬一口大口的東西 當然 如你所願,真的升值就好 但如果不是,怎樣呢 如果跌了,跌了,你的按金可能沒有了 跌了也不夠賠,人家就把合約賣出去 幾均都賣出去,然後欠多少,你便自己滑後包抵消 所以我就說,到了這個衍生工具的時候 現在已經由本來作為一個集資,投資的事情 變成一個炒賣,變成一個賭博的事情 現在美國這個賭博衍生工具的市場 比起正常市場,最少大50倍以上 最少 基本上所有大宗貨物都有衍生資場 都可以炒 在這個情況之下 另外,現在在美國有一些所謂公積金 公積金很多時候是強制的 例如澳洲是強制的 即是我上班便出糧 自動有一筆錢 就被我老闆收起來 丟到我的所謂公積金裡 我們這裡有一些老闆 收起了你的工資 但不幫你工 所以到他清盤時發覺 原來他有一段時間沒有工 所以你的公積金沒有上漲 他主要在你每一年收到公積金的單 看看你那年增加了多少公積金 至於之前能夠幫你工齊 你就完成了 所以有這樣的事 很多政府有一個所謂的強制公積金 公積金是把我們這些工資強迫性放在一些投資基金上 公積金是一個投資基金 這些投資基金拿著你的公積金 拿著你的錢做甚麼 大家都希望他可以賺到錢 所以他的投資基金的經理 自然就要找一些方法幫你賺錢 無可否認地會走去股票市場 或者在這些衍生工具市場 幫你炒作 幸好的話他會幫你賺到一些錢 他自己拿了一大月佣金之後 只剩下一些比例 你會看到我的公積金上升了 有好處 如果經濟一塌的話 後果是甚麼 這些工資金就會大量縮水 大量縮水 換句話說 當我們退休了 要靠公積金養活 發覺公積金縮水 不夠養活自己 這是很大的 現在的問題是 如果美國政府 不能夠 做到他的債務的責任 即是說到時沒有錢還 因為你被人限制上限 你不可以再提高上限 沒有錢還 你就要 還不到 還不到 於是就要 取消債務 或者同意用少些錢 來還債務 即所謂的 破產 一破產 換句話說 你不只是今個月到期的 美國債券還不到 人們會想到 你下個月 再下個月 明年 再明年 五年之後 十年之後 都還不到 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全部還不到 換句話說 市場會對美國的美元 失去信心 一旦失去信心 美營後面沒有真資產 我們只是相信 我加上這張紙 未來我可以換回同樣的東西 當大家覺得 不是 未來可能換不到東西 都是趁著 重值少少錢 盡量換吧 這就是 急劇通脹的情況 大家一起 拿出所有的美營出來 趁著兌現 對現 對現 都是一個大問題 我把自己的美元 丟掉自己的手上 換了什麼回來 大家想 肯定 是 乾脆走多摩 盡量丟掉 我自己會覺得有用的東西回來 是什麼 大家想 總之 你會盡量把這個貨幣 走就走 這樣做之下 美國的基金 就會全部倒 股票會倒 會造成全球一個大規模的大蕭條 因為大家都不見太多錢 大家都不見太多錢 因此 作為一個正常人來說 絕對不想美元倒 因為這個美元倒 對全部人都不好 這是核彈 全人都會不行 但是 有一個國家做了最壞打擊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已經沒有美元 在手 你倒對它 我一擊人都沒有 因為俄羅斯沒有美元 在手 所以很多人問 既然我不要 美元 買什麼最好 當然買一些沒有美元 成份的東西 所以俄羅斯真是有心 推倒你美國 你美國倒我 對我有利 但大部分國家不會 包括中國都不會 但是 逼虎跳牆的話 就是另一回事 對嗎 你逼到我 沒有人生存的話 就和你搏一搏 這就是 美國政府 那個上限 不可以 再推上的問題 但是你把上限 推上 其實把這個問題 只是延長 是沒有解決到的 沒有解決到 因此這個問題 是問題來的 是一個嚴重問題 但是現在 大家都找不到 解決方法 所以只可以 容許美國政府 繼續把 它的債務上限 推高 希望將來的人 可以想到 一個好的辦法 去解決這個問題 這就是我 現在的目前 為什麼 仍然會支持美國政府 繼續把 它的 借貸上限推高 因為我們在手上 沒有一個好的解決方法 現在美國可以靠這件事 繼續 推高 推高 如果 他們的議員 不是傻到 不讓美國的債券 推高 但是 出現這樣的傻的議員 是絕對 不出奇的事 我們看到 在美國上一天 我們出現了 川建國同志 這一次我們出現了 拜登總統 他們那些政客的能力 大家從這兩個 他們的總統 可以看到 看得出來了 會不會傻到 真的不讓美國 政府 將上限升高 天曉得 希望他們不會傻成這樣 我們可以再過幾年再算